南台科技大学生技系讲座教授苏毅仁 主持的阿兹海默症新药开发计划 获得科技部新型态产学研链结计划 2000万经费补助 一年来已经完成新药的功效 作用机制、药物动力学等实验 动物实验结果更证实 对治疗阿兹海默症有效 有机会成为人类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物 以前阿兹海默症的诊断 治病技术都不了解 所以很多的药物都是用来刺激神经用而已 但是我们这个是可以从最早期开始发病的时候 就可以上中下游的机制都可以改善 目前正在申请临床试验 不过这样的消息振奋南台科大师生 更受到国内外医学界以及投资人瞩目 南台科大也成立新创衍生公司 美丽林生医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资超过1亿元 若研发成功 商机预估每年超过100亿美金 我们的老师大概有70%的老师都有产学合作案 我们是希望把业界的题目能够引到学校来 让我们的师生在做研究的时候 有些实物的这些题目来做 相对的可以让学生能够进一步了解产业界的问题 南台科大以致力于建立产学无缝接轨的清产学校园环境 充分运用师生人力资源 从事产学合作与技术推广 106学年度产学合作收入已达到2亿3420万元 并且已经成立8家衍生企业 展现校方长期扎根三创教育 鼓励师生创新创业的亮眼成果 iMedia采访报告